内门的动物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工地都还在施工当中 而整体的工程预计是要到明年才会完工 透过空拍镜头来看 整个园区停车场建筑都还在施工 目前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主体工程 差不多进行到一半 高雄寿山动物园第二园区在内门落脚 到底什么时候会完工 当地的民众期待好久 有要盖 但是什么时候要盖好还不知道 有说要盖 可是盖到好像没有什么东进 寿山动物园腹地不足 从前市长陈菊开始就有意要签建内门 从观光局的规划来看 这占地11.5公顷的土地 会有喷泉广场 屋顶花园 生态池和战道等等 那一年开一月花 可是我们一直一圆再圆 为什么没有如期 进度都在如期如实在进行当中 我们预计在明年的8月30号 可以把整个工程 就是一二三期全部完工 观光局强调进度都在掌握之中 内门观光休闲园区 目前第一期第二期工程 预计在年底完工 第三期美化绿化工程 大约落在明年的8月 等内门观光休闲园区完工 预计会先以杨科 入汉龟等等 这些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好的动物先进驻 之后才可能会再引进 近几年很受欢迎的动物明星 像是狐蒙水豚等等 而除了外界紧盯的施工进度 观光局也正在努力招商 希望有更多的资源进驻 结合地方产业 让内门动物园 未来成为高雄的新兴景点 307门张哲如林郑河和陈凤 高雄报道 未来成为高雄的热我们al计TheSe los